耶利哥 到马库斯了 这些机器人是不是都想 哇 你看人类虐待这些机器人 当奴隶一样 我们马库斯就越来越暴躁了 哇 机器人在看我们 变红了 灯变红了 看到马库斯的时候 让人类听听我们说话 变红表示这个机器人故障 拥有自己的思考 不再所从人类的命运 发动 黄色一绿 其中我快下波 要睡觉了是吧 完完这一集 完完这一张 完完这个刺激的一张 前往四十七楼 带柜台索取进入权限 我们要组建自己的机器人军团 四十七楼 卧槽 一千平方英尺的大一幕 这柜台也是机器人 特别人还要是 设法让人类精力分心 那分心是吧 分心之后我就能操控这个机器人了 不要杀人 不要跟我说这种话啊 我最喜欢杀人 千万不要跟我说这种话 那分心 智慧型手表 电话号码 5584733 他的女儿 停车阵 第三层 A21 记一下 车 家庭住址 抵托律师 4685号 伊丽莎白 威尔森 柜台经理 打电话 去学校 人工智能机械就牛逼 看口径 看女儿 我要是有这功能 牛逼 I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r.Petersen Do you have any ID? Yes, yes, of course I need your help 我操 联通了 我这机器人也是我们的人了 只要被我们马库斯用手一摸 你的证件没有问题 牛逼 谢谢 马库斯牛逼啊 只需要一摸 通过安检 这电梯有点慢 47 因为一摸 记忆就互通了 然后他们 其他仿生人 看到了马库斯的记忆 自然就会 这个有自己的想法 想打破这些东西 想帮马库斯 因为仿生人是仿生人 他们是一个 种类嘛 他们被人类欺负的也很惨 也不说欺负 因为人类把这个机器人当工具 完全不当人看 但是他们 太像人了 又太像人类了 仿生人大兵 哇 士兵 靠你妹 这个牛逼了 这个 这要是马库斯把所有士兵 全部感染 也不说感染 全部传播一下 我不是人类 我是按照这个游戏的剧情来说的 我就假装 我是个机器人 知道吧 游戏叫底特利成为人类 人工智能变成人类的故事 四千多个剧情 八百多个结局 耗资三个亿 现在没有三个主角都没死 有自己的思想就不能算工具了 就比如说狗或者猫 对不对 他们只是宠物 但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所以说我们就很喜欢什么的 一些小副歌 四百 进入机房 换上了其他机器人的衣服 四百型号 三亿 像这种游戏大作 大概是三年出一个 这个游戏公司 大家应该能猜到是哪个游戏公司 有两款游戏 跟这个游戏很像 就几百个结局啊 几百个剧情那种 找到多功能仿生人 第一个是暴雨 变态杀人魔 第二个是超凡双生 同一个游戏公司出的 这个游戏公司 今年出了这个 全都是极品游戏啊 暴雨跟双生 转化 直接给我 卧槽 太牛逼了 卧槽 后走维修车 直接开走不就行了吗 没出过垃圾游戏啊 都是极品 他们是被游戏当务的 这个电影公司 每一部游戏 都非常刺激 跟电影一样 很好看 打开安全梯 电影公司其实就是 他们这些游戏 都是找的真人啊 找的真人拍的 打开安全梯 在那边 咦 你 如果 你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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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诺斯 就是真人采集 真人来演 演了之后呢 然后再把他 这个 改成不像真人 知道吗 这样你游戏才能操控 不然你游戏操控不了 把他们引开 警卫 他们引开 飞住 真人动作捕捉 这些人都是现实的演员 现实的演员 给他顶层 割窗 卧槽不会爬窗吧 在外面 太牛逼了 来 看到了 争取时间 拔枪找借口 拔枪 回上 打晕 我只杀人 我要问我为什么 我只杀人 他 淫死了 淫死了 灯死了 尉弹 鼻 打晕等会再杀吗 不急 卧槽 47楼 刷下去就死了 感冒好难受 一千平方米的超级大屏幕 啊都是真人拍的啊 真人拍的 但真人拍他就是这样普通走路嘛 谁告诉你就这样就上去了 然后再做一下游戏场景不就行了吗 不是你想那样啊 你以为真人拍就这样掉人 马上爬吧 怎么可能 你在逗我 切割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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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这个播报室 让人类听到我们仿生人的声音 其实我们机器也是有思维的嘛 你不让我进去吗 你们千万不要剧透 你们剧透 我只会反着做 对 很有道理 所以说千万不要逼逼 谢谢优雅的代码送的100个荧光棒 Let's do this 我就喜欢剥你们剧透不了的东西 啊 破坏这个维修门锁 门锁破坏不了啊这个 哦 这个工具是吧 卧槽 那么简单 哇 这不是热能炸弹吗 牛逼啊 你谢谢 对付警卫 对付警卫 你没决定 我们不能通过人的命令 我们必顽不 Aqua 我们的灵状aber就比起来的 有机器的灵状 我们的灵状比较重要最多 我们的灵状且生力了 你可怎么办 召唤处国塔利带 这个诺斯提好感 杀人这个诺斯有好感度 但是那个巧许就很讨厌我 在门进入播报室 来把它修复 不动 队友死了就死了 也不是我死了 做大事人 做大事之者 王霸之气 我不死就行了 管他们的 我可以看到他们的 走 走 手部跪下 播放我的信心 命令仿生人 操控开关 这仿生人不怕吗 想跑 这个四眼仔 再见 再见 站在乔许的面前 开始演讲 演讲了 全世界演讲 除去表皮 哇 牛逼 牛逼 这样看不到我们的脸 让全世界看到我们 让全世界的仿生人 全部看到我们 Ready RA9 冷静 坚定 坚定 停止奴役 承认 平等 言论自由 平等 我们要求平等 停止奴役 公平 工作 公民权利 我们要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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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产权 生产方式 领土 我们要公平 我们要公平 坚定 平等 我承认 我们要公平 坚定 我们要公平 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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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想 所有机器人跟人类都在看 开赋予我们自由了 火烟力哥下降我呢 我赛本死了死了一个 这个要死了 管他还是不管他 我们预言一下去世面中 帮忙 快 这个废物这个血在上面 这个废物 我可以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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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帮你回来 他们来了 马克斯 我们现在要跳 跳下去会死啊 处置在门 他没法跳 读取他的记忆 什么都知道了 那怎么办 那是杀 我们不能杀他 他就是我们的 那是你 我来做主是吧 无毒不战复 上 为了我的大忌 再见 兄弟 我抱歉 我没有选择 我永远有选择 王霸之气 这个乔许很敌对我 这个乔许很敌对我 但是没有关系 我也不喜欢你 我喜欢这个妹子 这个妹子 对我越来越有好感 只能两个二选一吗 跳跳跳跳跳跳跳 卧槽 刺激 大家可能对机器人 有什么误解 这个机器人跟人类一模一样 不会比人类强一样 所以说他们并没有什么超人物能力 就是因为跟人类一样 所以人类很放心 舆论是敌对的我操 那就对不起了 我们要革命 宣战行为 宣战 宣战行为 宣战 宣战就宣战嘛 不需 就这样才刺激 打仗多多有意思 这里嘛 来嘛 来嘛 如果是你的 宣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